百年老建筑江汉饭店起火 明火已扑灭 初步判断施工电焊引发火灾 相关人员已被警方控制 三人下坝玩水 一人溺亡 潮水夺命悲剧一再上演 安全提示不应抛诸脑后 主期求职要小心 高额回报要警惕 左要金钱不轻信 昨天下午3点12分 位于湖北武汉胜利街附近的 百年老建筑江汉饭店发生火情 经过一个小时的铺就 明火已被扑灭 我们从这个画面当中 可以看到现场是浓烟滚滚 具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火灾 我们来看看 昨天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就是在江汉饭店的门口 那么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正在今天下午出现了 起火情况江汉饭店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现场现在明火是已经扑灭了 但是仍然是有烟在往外冒 那么从我们看到五楼的一个小窗口 可以看到现在消防人员 仍然在里面进行最后的清理工作 那么据我们之前了解 他们在这里进行的就是避免在里面还会有一些残火发生 所以还需要再进行一遍最后的排查 那么据武汉消防发布的情况来看 那么今天的起火是在今天下午的3点12分发生的 那么这一次的起火原因是由于外立面的改造 那么起火的部位是五层的楼顶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现场当时的一个情况 当时现场的火还是非常的大的 着火的部位是集中在了楼顶 那么烟火也是很大 即使是隔着很远都能够看到烟火的冒出 那么截止到今天下午五点钟的时候 现场是明火扑灭 那么据消防界上 他们一共是出动了17辆车 约70多名消防员在现场进行扑救 那么我们从最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是 江汉饭店是在十年的时间 都是已经是一个闲置的状态了 但是在今年六月份是开始了一个新的加固工程 那么根据初步的原因查明 这一次火灾的原因是装修工人加固的过程当中 用了电焊 那么火星点燃了周边的易燃物 发生的意外起火 那么目前是警方已经控制了 引起火灾的施工方负责人以及施工人员 现场因为是一个闲置建筑 所以并没有发现人员的伤亡 火灾周边的秩序 目前已经基本上恢复了正常 网上交友认识三个月 对方说要赠送一笔巨款 但是先要汇款两万元 这样天上掉馅饼的事 一听就不可信 但是上海闽航区的杨女士却相信了 5号杨女士去银行准备汇款给对方 幸好被工作人员劝阻并报了警 监控显示 当天上午杨女士来到银行 准备向他人汇款两万元 工作人员在指导杨女士汇款操作期间 询问她是否认识对方 杨女士称 自己是今年三月份 在某短视频网站上与对方相识的 并通过互加QQ成为了朋友 6月23号 对方说想要赠送给她一笔巨款作为礼物 但是在从境外汇款过来的途中 被相应机构拦截 现在钱滞留在异地 希望杨女士能汇款两万元 方便对方安排人在异地 拿到这笔巨款再汇给杨女士 工作人员根据经验判断 这明显是诈骗 便立刻报了警 杨女士说自己是单身在网上认识了对方 虽然线下未曾见过面 但通过一段时间视频聊天 已经发展成恋人关系 正当民警在现场调查时 杨女士又接到这名男子的视频聊天邀请 当时杨女士打开视频和对方要通话 对方看到我着制服以后 一再追问她 叫她讲话讲话 她始终不肯讲话 不肯讲话以后 杨女士就有点相信 对方是骗子了 这名男子发现杨女士身边站着民警时 先是默不作声 随后挂断了视频通话 将杨女士拉入黑名单 目前警方已经对这一案件进入调查 属于期间 为了给广大旅客创造良好的出行环境 公安部铁路公安局 展开了平安站车路 经顿护理行专项行动 各地铁路公安机关 严厉的打击 列车上霸坐 扰乱秩序等各种违法行为 处理了多起列车上 涉嫌霸坐绕续案的事件 拘留了多名违法嫌疑人 近日 在秦荒岛开往太原南的高2608次列车上 乘警接到旅客报警 称一名男子在车厢内耍酒疯 严重影响旅客乘车秩序 安静点 在民警处置过程中 该男子一直对民警出言不逊 回到座位后 该旅客依旧大吵大闹着 严重扰乱列车秩序 随后列车到达太原南站 民警将该男子强行带离车厢 被太原铁路警方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近日 从汕头开往长沙的快9012次列车乘警 接到旅客报警 称有一男子强行霸占座位 乘警迅速赶到现场 没座位的 没座 请你起来 经过却说 该男子才不情不愿地 拿开放在座位上的行李 就在大家以为 该男子打算让座时 该男子突然折回来 竟然又一屁股坐在座位上 并开始装疯卖傻起来 在数次警告无果后 乘警采取强制措施 将男子带离 最终 该男子因扰乱公共交通工具秩序 被铁路警方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近日 在乌鲁木齐开往福州的特308次列车上 乘警接到报警 称有两名旅客因为座位的问题 在列车上发生争执 随即乘警前往处置 我给他解释 我的油 524号 你坐一下 他就要坐自己的位置 我就是要坐 经询问 乘警了解到 罢座的旅客杨某 自己有座 坚持要坐残疾人专座 导致本应坐在残疾人专座的旅客 无法落座 面对乘警的盘查 杨某猜谈谎称自己是外国人 我从外国来的 我没收起来 请出示您的护照 那你要是外国的话 我也没护照 我就走 随后 乘警将杨某带离至餐车 并进行保护性约束 约束期间 杨某对乘警执法 仍不予配合 多次踢打乘警 说一下 你要什么呢 我都听到你怎么 目前杨某因涉嫌 扰乱公共交通秩序 被铁路警方处以行政拘留 5日的处罚 12号浙江湖州市公安局 举行新闻发布会 对外通报了公安部挂牌督办的 浙江首起新型网络犯罪案件 今年1月浙江湖州德青县公安局 网安大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 在某知名直播平台上 当地男子王某东 开设的网络直播间异常火爆 其常常在深夜上线 直播中会主动要求网友 提供他人电话号码 及机主隐私信息 并根据网友需求 编造相关故事情节 以打电话的形式 直播骚扰他人的场景 我跟你说你不说也没关系 你不要逼着我等一下到你家门口来放空枪 把枪拿过来 记者在一段视频中看到 王某东对着镜头打电话给某网友 态度极其嚣张 但对面的网友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这时王某东就开始进一步表演 他不仅播放枪声的音像 还对着镜头外大喊 叫兄弟拿上家伙 到网友家里去教训他 其实整个直播活动只有他一人 所有的话都是表演 博人眼球的直播方式不仅犯法 还严重影响了他人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经查王某东为德青一家企业的保安 为了获得关注和赠礼 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 三个直播账号吸粉十万多 涉及受害人两百余人 遍布浙江 云南 贵州 安徽 河南等 十多个省份 他整个一个直播过程是完全是开放式的 他整个直播就是没有设个任何门槛 任何一个网友 只要点到他这个直播链接 就能进到他的这个当前直播 然后收看到他的一个整个自导过程 而且在这个整个自导过程当中 不但地有网友 有网民进行这个起哄 甚至于给他出一些主意 提供一些人肉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 那个平台里面的一些粉丝啊 那些网民啊 好多人就是有意无意之中啊 也变成了一个整个犯罪活动的一个帮凶 今年4月10号 犯罪嫌疑人王某东 因涉嫌寻衅滋事罪 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月13号 王某东被依法执行逮捕 在案件侦办过程中 专案组民警通过深挖细查 调查取证 赶赴全国多地 将此案中其他多名涉案网友抓获故案 截至7月12号 此案共有4人被刑事拘留 近20余人被治安处罚 收缴违法所得近10万余元 进入夏天 气温升高 前江潮也逐渐进入到了观赏期 然而7号下午 前堂江江面上发生了非常惊险的一幕 三名男子汤水走回岸边的时候 潮水带着白浪从远处逼近 形势非常危急 虽然抱着一丝侥幸但越来越大的潮水声 让围观者紧张起来 这么吓人啊 这人在说快点 他们还在那 还不赶紧走 还在想什么呢 也真给他拍进去 事情就大了 开始水深都跑不动 到边上前一天来跑 他就睡觉了 过来了就大了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就没力 潮水近身时 一名男子调转方向 跑向段云城和另一男子 三人抱成一团 勉强撑过第一个浪 却没撑过第二个 岸上有人开始崩溃大哭 没有想到潮水有这么厉害 冲击力这么强 看了也不是很大 但是冲击力太强了 站不稳 据悉 前唐江掌潮时远观潮水波澜不清 近身浪头铺天盖地 潮水速度最大可达每秒11米 推力7到8吨 可先翻汽车 而事发当天的潮水流速 每秒7到8米 推力5吨 就是再熟悉水性的船夫 也不敢轻举妄动 正是这样的冲击力 把三人冲散 执法视频中 被群众救起的段云城 平躺在地上 另一位同被群众救起的 同伴则惊魂未定 他自身腿脚不利索 视频中折返回来 扶自己的那个人 是他的亲弟弟 弟弟于次日被找到 不幸遇难 前唐江大潮雄伟壮观 吸引着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但是据当地城市管理部门透露 江边附近的老百姓 都不会随意下地 下地的主要是一些外来人员 他们往往缺少 对潮水危险性的认识 对岸边的安全提示 也视而不见 为了下地 甚至会破坏防护未来 前唐江一天分 早晚两次大潮 时间不定 但有一定规律 这对段云城这样的外地打工者来说 这样的潮水习性不太容易习得 往往被浅浅的江水和白色好看 却能陷阱人的沙子所迷惑 而动下地玩水的念头 殊不知 潮水瞬息万变 浪头来袭只是眨眼间 据查三人从下地到狱险 不过二十分钟 江堤管辖方只好设置防护栏 严防死守 事发地确有围栏 即便没有也会有警示牌 有一些钓鱼的和一些想下去的行动 它自己身上都带有老虎弦 您看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铁丝上面再加铁丝 一些陡峭的江堤下堤不易 便省去了围栏 喊潮人变成了 护卫游人安全的重要力量 一旦发现有人下堤 就试图喊他们上岸 事发地萧山所辖江堤有9.9公里 一公里设置一名喊潮人 巡逻无法同时覆盖整条地岸 更有人不听劝阻 有可能我们从这里巡查过去 他趁我们离开这个点之后 又把我们这个网剪掉 翻下去 20年来监控警示寻防能用的手段都用了 但这样的悲剧依然在上演 他们当中有的在江边喝酒 有的去下堤找钥匙 有的在江边洗衣服 在几乎每条警示标语都是用生命写旧的潜塘江派 再多的安全宣传都不为过 直到人人都知道潜塘江潮不温柔 不下堤才保平安 这样的悲剧实在是令人痛心 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 也就是中秋节前后 是潜塘江观潮的最佳时期 会有不少游客前来观看这一奇景 但是安全的您一定得注意 江面时而平静 时而暴怒 我们对其一定得保持敬畏之心 观潮时要留意现场告示牌 听从劝导 时刻远离潮水可能漫滴的凶险位置 例如涌潮经过的凹凸案 水上码头 钉子坝等 不要翻越湖南到江滩 或者到没有安全防护措施的 低塘附近观潮 希望每一个来到江边的人 都能够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遵守安全警示 潮水虽好看 生命更宝贵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活用纸 纸 金纸和卫生纸 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 那么市场上一些常见生活用纸的质量怎么样呢 前不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联合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对卫生纸 纸金等生活用纸质量进行了抽查 结果发现一些纸金纸的内装量不足 存在短金缺量的问题 还有一些卫生纸并不卫生 150批次样品中 纸金纸75批次 卫生纸75批次 检测结果显示 150批次样品 36批次不合格 不合格率为24% 纸金纸的不合格率明显高于卫生纸 36批次不合格样片中 有21批次是纸金纸 江苏省市场监管局 对75批次的纸金纸抽查结果 显示有21批次不合格 其中有19批次是内装量指标不合格 内装量指标不合格 就意味着纸的实际抽数 达不到它外包装上明示的数量 短缺量超过了标准的允许范围 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所说的缺金短量 记者注意到 内装量不合格的纸金纸 有的一包少两抽 有的一包少12张 短缺的数量 相对于每包几百张的总数来说 看似不起眼 消费者也很难察觉 抽了一款雪亮的面金纸 它的月销量超过30万箱 这一款是按整箱销售的 一箱是30包 它月销量900万包 它的一包是少了12张 这样沉下来的话 它的月销量缺金少两 大概又少了36万包 像这样 内装量不合格 累积销量惊人的纸金纸 在本次检测中发现不在少数 记者统计后看到 内装量不合格的19批式样品 有14批式从电商平台采购 包括标称为亚方本色系列抽质 标称为富尔雅抽取式面金纸 标称为新密尔抽式面金纸等 5批式从实体店采购 包括标称为林露抽取式面金纸 标称为孟香莲抽取式面金纸 标称为天之南鸭花面金纸等 除了缺金短两 检测当中还发现一些 纸巾抗张指数不合格 也就是柔韧性差不结实 横向抗张指数通俗的讲就是结不结实 经过检测 三批次纸金纸这项指标不合格 记者注意到这款真锡面金纸 网店自己宣称四层加厚 柔韧加倍好评率99% 然而这款产品在检测中 却被判为横向抗张指数不合格 也就是柔韧性根本不达标 与此同时 记者发现网店上这款产品 有200多条差评 消费者纷纷评价超级差 擦手就碎 沾得满手都是等等 这也就是说 消费者的用户体验和本次检测 判定这款产品不合格的结果 完全吻合 标称为贝诺抽取式面金纸 在本次检测中 有三项指标不合格 包括内装量 横向抗张指数和尘埃度 网店宣称这款产品万人疯抢 然而记者却看到 多达816条评价认为质量太差 有消费者留言 有小纸屑 一破质量太差太薄 还有消费者评价 总算知道了什么是坑 质量很差 很容易分叉和断裂 还有很多粉尘散落 很不干净等 这些消费者的糟糕感受 与本次检测发现 多项指标不合格的结果 完全一致 在这一次的检测当中 发现的最大的质量问题 是一些卫生纸细菌均落 总数超标 也就是说一些卫生纸并不卫生 15批次不合格的卫生纸 由9批次细菌均落总数超标 占比高达60% 细菌均落总数是一个很重要的卫生纸标 卫生纸不卫生 属于严重不合格 人们长期使用不卫生的卫生纸 势必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 本次搜索中 像这款产品 它的细菌均落总数最高限值达到了7800CFU每克 而国家标准规定的最大限值是600CFU每克 超过了国家标准13倍 9批次不卫生的卫生纸 包括标称为永兴高级皱纹卫生纸 标称为节通卫生纸 标称为夫之友圆浆卫生纸 标称为徐阳本色鸭花卫生纸 以及标称为结半平板卫生纸的两批次样品等 检测中发现 卫生纸的另一大质量问题是 柔软度不达标 15批次不合格样品中 9批次这项指标不合格 占比60% 记者发现 卷筒卫生纸这项指标都合格 不合格的都是平切卫生纸 江苏省市场监管局 对不合格产品销售企业 责令下架予以依法进行查处 对于不合格企业 移交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后续处理 责令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 停止生产和销售不合格产品 限期整改 直至复查检验合格 看上白花花的这些卫生纸 没想到有这么多的问题 所以有问题以后 要严肃地进行追责 加强对纸类生产企业的监管 当然更重要的是 咱们消费者自己选择 购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 才能够买到质量合格的产品 总结起来也就三点 一看二摸 然后是一看二摸三烧 首先是一看 看这个外观 合格产品的包装封口 完整牢固 包装上要应有产品名称 厂名厂纸生产日期 产品等级 还有卫生标准号等等 二是要手感触摸 合格产品抚摸起来 感到柔软舒适 没有颗粒感和异物感 轻轻抖动 不会有粉尘落下 三是燃烧测试 合格产品在燃烧的时候 没有刺鼻味道 燃烧之后呈白灰状 如果燃烧后呈现黑色 说明其中 掺杂有其他化学成分 或者杂质过多 再来看看 暑期的求职陷阱 随着暑期的来临 越来越多的学生们 会选择在暑假 来打打工作做兼职 既可以提早地来接触社会 也可以为自己 挣一点学费生活费 减轻价里的负担 但是往往 学生群体社会经验不足 容易受到一些利益上的损失 趁着暑假 这两名学生 在贵州贵阳市 尊义路一家公司 准备打暑期工 工资没拿到 却要先交300块钱 两人觉得不对劲 于是报警求助 随后民警带着两名学生 一起去到了这家 制作装饰版画的公司 就给我们说 进入职之后呢 要给这个员工发服装 一些工作需要的一些器材 这个保证金 来保证他们离职之后 如果发现有损坏 或者是遗失的情况下 就是这个保证金 就是作为对公司的一种补偿 版画还没做 工资也一分没有 却要先给钱 这家公司的做法 违反了劳动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我们国家劳动法的规定 任何求职人员 不能收取押金和任何的保证金 最后公司员工 立即和负责人取得联系 退回了两名学生 交300元的保证金 想要赚钱得先交钱 还好呢 刚才那两个学生 是挽回了一些损失 除此之外呢 暑期兼职还有很多陷阱 今天呢 我们就给大家盘点几个 在暑期寻找兼职时 需要注意的问题 避免上当受骗 暑期求职陷阱中 最常见的就是刷单诈骗 其最大的特点 就是以高额的报酬为诱饵 套用真实刷单流程 来吸引学生 在此提醒大家 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 千万不要相信那些 刷单返现的虚假信息 其次 暑期求职要当心黑职界 他们往往以介绍学生 从事暑期工为由 收取介绍费 然后提供虚假的信息 让有心兼职的学生 三番四次碰壁 对要求退款的学生 要么继续介绍下去 要么只肯退三到四成的费用 更有甚者收钱后 干脆人间蒸发 除此之外 如果有学生碰到招聘模特 歌手或参加影星培训班的招聘信息 也要擦亮眼睛 往往这些招聘岗位 要求学生自掏摇包 花大价钱拍艺术照 参加筛选 再找借口说 应聘者条件欠缺拒绝 还有一些学生 会遇到以招销售人员为名 应聘后去被连哄带骗 先买一些货品 然后公司再让应聘者 如法炮制去哄骗他人 以高回扣做诱饵 凡要求交纳费用 并依靠发展人头来付报酬时 极可能是传销组织 万一被强制加入 要及时报警 最后还有一些雇主 干脆就直接耍贷 招聘的时候 说好以月为单位领工钱 但是正式上岗后 雇主便称要干满两个月 否则不给钱 很多时候 事后雇主还找借口拖延工资 碰到这种佣人单位 大家可以直接找当地的 劳动监察部门举报 或到当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 提起仲裁 欢迎进入第二时段的看天下 我们首先来关注游泳市井赛 昨天在韩国光州举行的2019游泳市井赛赛场上 一位中国姑娘大放异彩 她就是23岁的欣欣 在女子10公里公开水域项目决赛中 她以一小时54分47秒2的成绩夺冠 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金 而她之所以受关注 不仅仅是因为得了金牌 还因为这枚金牌的含金量 这是中国游泳选手首次获得 世界大赛公开水域项目的冠军 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比赛共有64名选手参加 公开水域参赛人数重破 在水下很容易产生肢体碰撞 而从本届市井赛开始 规则也发生了变化 从以前的每圈2.5公里 缩短为1660米左右 这样全程10公里 就需要游6圈 欣欣游得很稳健 战术得当 前半程跟在领先的选手们身后 后程开始发力 到最后一圈全力冲刺 最终从64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以0.9秒的半比优势 击败美国选手安德森 一小时54分47秒2 这一成绩也创造了 中国公开水域的历史 同时欣欣也取得了 东京奥运会的资格 其实比赛之前 我没有想到 能取得这么好的名次 我只是做到自己最努力的 今天上岸的战事 主要是前半放轻松 然后保存体力 冲最后的一圈到两圈 对 因为我整个比赛 头脑都非常的冷静 包括补给转票 然后我也不断地 再给自己加油 上岸之后 欣欣显得有点懵 他自己还没反应过来 已经夺得了冠军 甚至领奖服务也没有准备 工作人员赶紧跑回酒店 帮他拿了衣服 站到了领奖台上 欣欣终于开心地笑了出来 摩世在人 城市在天 欣欣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非常好 非常好 我们没想到 我们拿冠军的 没打衣服了 刚才采访的时候 还有点那个 没缓过手来了 现在感觉怎么样 哇 现在感觉我太高兴 我们竟然是冠军 中国姑娘好棒啊 那接下来 我们把视线转向新疆 眼下阿勒泰两万多亩 戈堡红麻 是全面进入了圣花期 我们赶紧去看一下 在新疆阿勒泰市阿拉哈克镇 占地两万多亩的 戈堡红麻盛开 连成一片粉红色的花海 戈堡红麻的花期 会持续一百天左右 每年的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 是圣花期 因此也吸引了大量游客 在花海中徜徉 真的是很震撼 种植面积很大 这些真的是原生态的 没有污染的 就是特别美 尤其是就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那种子特别好看 这片戈堡红麻花海所处位置 曾经是一片荒凉的戈壁滩 从2006年开始 当地为了涵阳水源 防风固沙 成功培育出了戈堡红麻 并逐渐实现了规模化种植 除了观赏价值 戈堡红麻还大有用途 当地用戈堡红麻煎叶制成的茶叶 是新疆的一个特色新产品 随着戈堡红麻剩花期接近尾声 煎叶的大面积采摘也开始了 而这些采摘工人都是周边经过培训的农牧民 一天干活是一天没活儿 我们家里休息种地的 就是种地别的活儿没有了嘛 后面这个这边种个撒业 后面我们工作有了 明年就这个地方来干活才查业的 他都会和几个同村人来景区采茶 采仪式金兼业能够得到八元钱工钱 熟练的工人每天能采上三十斤左右 一年三个月 一个月就是六七千块钱 就是三个月的时间两万五 接下来我们去日本 咖喱饭可以称得上是他们的国民美食 无论是街边餐厅还是家庭餐桌 都随处可见咖喱饭的身影 近期日本夏日咖喱美食节 在横冰火热开幕 吸引了众多食客前去品尝 我们来看看 现在我所在的 就是位于日本神奈川县的横冰市 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身后是非常的热闹 这里正在举行的 就是咖喱爱后者们 最为期待的夏日咖喱美食节 刚刚我也在现场是转了一圈 总共大约是有50多种 不同口味的咖喱 其实刚才我也向店长请教了一番 它这个粉色实际上是运用了白色咖喱 然后在其中加入了粉色的甜菜汁 才变成了这样一个可爱的颜色 那现在我就来尝一下 它这个咖喱味其实还是非常的浓郁的 那由于其中还有加入了一些芝士和香菜 所以味道也变得非常的清爽了 很有夏天的感觉 美食节现场不仅提供了各式各样的 日式咖喱饭咖喱面 还可以品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咖喱美食 那刚才我在现场也发现了一款 特别有亲切感的美食 看这个 它这个名字叫做麻婆咖喱 实际上它就是用春菜当中的麻婆豆腐 和日本的咖喱饭结合在了一起 那这样一个双辣合一的组合 到底味道怎么样 我现在也来买一份尝一下 麻婆咖喱饭 这个虽然是将麻婆豆腐和咖喱饭 两道辣菜合并在了一起 但是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辣 反而是这个麻婆豆腐 把咖喱的这个香味也一起给带出来了 味道也是非常的不错 会场内每份咖喱的售价在600日元到1000日元 约合人民币40元到65元不等 据统计每个日本人平均一年 要吃73次咖喱饭 按照一年52周计算 相当于平均每周都要吃上至少一次 因此咖喱饭 也与寿司日式拉面等 并称为日本的国民美食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大阪的市中心 我旁边有这样一家 有着30多年历史在全日本 有将近50家分店的日式咖喱饭店 名字叫做上等咖喱 认识咖喱这几个字的片甲名 在日本就找得到咖喱饭店了 那么现在的时间 其实是刚刚过11点 我们看到午市已经开始了 而里面的师傅 正在紧张的准备过程当中 究竟日式咖喱饭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我们去试一试就知道了 这家店铺占定面积约60平方米 能容纳54人同时用餐 店铺周围办公楼邻地 这里也是附近不少上班族 午餐的首选 店内点餐取餐均采取自助式服务 进店首先就需要通过 自动售票机购买餐券 以上其实看到五个图片 非常的清楚 有基本的咖喱饭 猪排咖喱饭 牛肉咖喱饭 猪排和芝士咖喱饭 以及双份猪排咖喱饭 我决定了我要吃牛肉的 630日元 大概人民币不到40块钱 所以说我现在有1000日元 而且我准备再加一个生鸡蛋 应该够了 灯亮起来了 再加一个60块钱的生鸡蛋 好 看到两张票已经掉出来了 然后我拿到我退的零钱 整个过程我觉得应该 只花了15秒钟的时间 而且据说 他们准备我们的咖喱饭 估计只要30秒的时间 那也就是我从这里 走到那边的时间 我们看看究竟有没有这么方便 试试 说时迟那时快 我觉得我的咖喱饭应该已经好了 我们看到这边有 自取的餐具调味料 那边还可以自己给自己倒水 谢谢 看到我的这一份上等咖喱饭 是加了牛肉和生鸡蛋的 已经准备好了 来 我们把这个生鸡蛋 就说就这样倒在上面 这个吃法可能很多人平常没有这样试过 我们来试试究竟味道如何 口感的层次真的非常的丰富 别的先不说 至少这个麻坡咖喱呢 我倒是很想来一份 你看啊 平价又美味 是众多食客们选择咖喱饭的最大理由 而事实上呢 小小的一碗咖喱饭 不仅承载着日本人的喜爱 也折射着日本经济的变化 我们继续来看 在日本 该厘饭可以说是最亲民的通缩指标之一 上世纪90年代初 泡沫经济破灭以来 日本经济长期陷入低增长 低通胀的困境 这也导致国民收入增长缓慢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 过去20年间 日本平均工资仅增长了1.6% 为了留住广大工薪阶层的顾客 餐馆也难以提高价格 记者了解到 1983年 上等咖喱的首家店铺 在大阪开张时 普通咖喱饭每份的价格是480日元 约合30元人民币 与现在相比 仅上涨了一成左右 近几年 由于人手不足 人工成本上涨严重 商家还将取餐 倒水等 都改成了顾客自助式服务 控制住了成本 消费税大幅上涨 价格也有竞争 上涨后 客人可能会离开 另一方面 日本经济增速缓慢 也造成物价波动不大 包括咖喱粉在内的 原材料价格的稳定 促使咖喱饭成为了 平价的国民美食 因此 在日本的工薪家庭餐桌上 原材料平价易得 制作简单的咖喱饭 也成为了一道颇受喜爱的家常菜 据日本咖喱协会统计 日本人平均每年 都要消费掉 共计93亿份咖喱饭 价格的稳定和大众的喜爱 使得日本咖喱经济持续发展 目前日本市面上仅速食咖喱 就超过2000多种 此外 咖喱乌冬面 咖喱面包 以及各种咖喱味的零食 也是层出不穷 日本咖喱协会统计显示 日本每年生产咖喱粉和咖喱块 近10万吨 此外 为满足需求 还会从印度 马来西亚等国家 每年进口价值约人民币 5000万元的咖喱 据日本富士经济调查公司统计 目前 日本咖喱经济 整体市场规模 已经达到2600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164亿元 在今天上午 2019年上半年最重要的 宏观经济试卷将会揭晓 GDP 投资 消费等数据 会为这一份试卷增加 怎样的分值 试卷本身的含金量如何 未来又会延续怎样的趋势 我们来听听各方的声音 二季度的经济GDP增速的话 我感觉大概应该 可能在6.2左右 基本上是平稳的 从上半年经济形势来看 国内经济增速 整体还是呈现 稳中下行的态势 市场对于二季度经济增速 存在下行压力形成共识 主要源于一些经济先行数据 以及投资消费等需求端的 增速回落 此外 中美贸易摩擦 全球经济减速 也成为影响GDP走势的 核心原因 不过专家表示 在今年六稳政策 和一系列改革举措的提振作用下 中国经济抵御了 各种下行风险的冲击 总体保持了平稳运行 此外 中国市场规模巨大 人力人才资源丰富 新经济新动能快速成长 经济发展有足够的韧性 和回旋余地 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 未来内需依旧是 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倾向于用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 关键投资和消费 国内税改政策对中国经济刺激 将在下半年得到更大的底线 尤其是增值税下调 不仅降低了企业的赋税 很多终端消费品价格也将逐步回落 叠加个税减税效果的释放 将对国内消费形式形成有效支撑 业内人士表示 下半年财政政策 预计将以调节构为重点 更多的聚焦重点领域 出台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例如高端制造业的补贴和税收优惠 以及有针对性的出台一些 激活农村消费的政策等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 2019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我们央视财经频道和央广经济之声 将共同推出 2019中国经济半年报特别节目 全天候多层次荣媒体聚焦 2019中国经济半年报的发布 稍后财经频道播出交易时间 将为您直播发布会的情况 央广经济之声的 央广财经评论和交易实况节目 也将围绕今天发布的重要数据 以及其中的亮点 分别给予重点解读 今天晚上8点半 央视财经频道还将推出 75分钟的2019中国经济半年报特别节目 我们将邀请权威专家进入演播室 共同为您梳理上半年经济发展的亮点 解读这份成绩单 欢迎您关注财经频道今天的特别报道 除了电视和广播端口 在网络端今天上午10点 央视财经客户端 也将对数据发布同步进行直播 您可以通过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 下载央视财经APP 在我们客户端中的聚焦2019中国经济半年报 专题里了解最及时最权威的财经信息 欢迎您的关注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 南方强降雨天气和汛情 昨天虽然各地雨情有所放缓 但是防汛形势依然严峻 首先我们要聚焦最受关注的长江水位 水利部长长江水利委员会 13号 14号连续召开会商会 经过分析研判 水利部认为 长江流域仍然有持续降雨过程 三峡水库18号将有一次量级 每秒35000立方米左右的涨水过程 根据水文气象预报 15号至20号 长江上游有持续降雨 逐雨区位于金沙江下游 上游干流及乌江 累积雨量80到140毫米 长江中下游干流 各站水位将陆续转退 洞庭湖出口七里山站15号前后 将最高涨至32.3米左右 低于警戒水位 鄱阳湖出口控制站 湖口站 长江干流九江站 本次洪水过程最高水位 超景幅度将在1米左右 会商指出 根据当前水雨情 并考虑预见期降雨 7月18号三峡水库将有一次 量级3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的 涨水过程 水利部继续维持 长江中下游洪水黄色预警 继续维持长江防御洪水 三级应急响应 为应对长江上游强降雨过程 长江委下发调度令 决定自今天起 逐步加大三峡水库出库流量 今天按日均 2万立方米每秒下泄 7月16号按日均 2万3000立方米每秒下泄 后续滚动预报调度 试水雨情变化 及时调整三峡水库调度计划 另外昨天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 相关负责人还表示 当前我国已进入水旱灾害防御的 关键阶段 水利部监测数据显示 入讯以来受降雨影响 全国377条河流发生超紧以上洪水 较1998年以来 同期超紧河流数量偏多近八成 其中广西贵江 湖南湘江滋水 福建建西 富屯溪等46条河流 发生超宝洪水 15条中小河流发生超历史洪水 截至目前 长江中下游发生一次边号洪水 黄河上游发生两次边号洪水 珠江流域西江发生一次边号洪水 据介绍当前长江中下游 干流及两湖黄河上中游 太湖及西江水位较常年同期 偏高0.10至5.10米 其中长江干流九江江段 及泊阳湖湖口超景0.32至0.52米 据气象水文预测 7月16号至8月15号 我国南北方将各有一个 主要多雨区 南方多雨区位于江淮 江南 西南东部等地 北方多雨区位于 东北东南部 华北东部等地 预计长江中下游 黄河 海河部分水系 第二松花江 辽河等 将发生区域性较大洪水 珠江流域将发生区域性暴雨洪水 台风方面据预测 将有两至三个台风 在此期间登陆我国 平均强度较强 路径以西行为主 先做一下更正 刚才那条新闻是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 13 14号连续召开会议 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新闻 昨天欧盟新车安全评件协会 联合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 共同发布 达到欧盟新车安全评件标准的 实验室落户中国 那么这个实验室 将对中国汽车安全领域 有着怎样的作用呢 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据了解 这个实验室具备成人成员保护 儿童成员保护 行人保护测试体系 可以对正面碰撞 侧面碰撞 侧面柱碰撞 等五个项目进行测试 具有国际顶级的 汽车安全检测水平 通过世界权威测评体系的检验 能够更快更准确地 获得汽车的性能参数 专家指出 以往中国产汽车进入欧盟 需要到欧盟进行测评 而落户中国的这个实验室 将为车企出口欧盟提供便利 对于自主品牌车企而言 联合实验室可以提供 国际一流的测试服务平台 帮助车企节约赴欧洲测试和研发的成本 提高企业的研发效率 欧盟新车安全评件协会相关人员表示 近年来中国汽车安全整体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已成为许多技术领域的领导者 中国企业在汽车安全领域 取得了很大进步 我们预计未来十年 将有更多中国汽车进入欧洲市场 欧盟新车安全评件协会 一直在寻求工作层面 加强与中国汽车行业的合作 合作会给双方带来共赢 法国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式 14号在巴黎举行 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乡线地社大街检阅部队 并邀请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席 荣克 德国总理默克尔等欧洲 十多位领导人参加 法国在这一次的阅兵式上 展示的前沿武器装备 受到各方的关注 阅兵式一开始 法国就展示了不少前沿科技武器 其中酷似钢铁侠的飞人表演 是最具轰动效应的 法国喷气滑雪世界冠军 扎帕塔手持步枪 站在自己发明的飞行器上 在阅兵式管理台上空飞行了数十米 法国国防部官员向媒体介绍说 这种由微型涡轮喷气发动机 推动的飞行器 将来可能被法国特种部队使用 此次国庆节阅兵式上 法国共出动4000余名军人 196辆军车 237匹战马 以及108架军机 1789年7月14号 法国人民攻克了象征 法国封建统治的堡垒 巴士抵御 1880年7月6号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颁布法令 将7月14号定为法国国庆节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 14号下午 印尼北马鲁古省哈马黑拉岛 和澳大利亚西部海域 接连发生强震 震级分别为 里氏7.2级和里氏6.6级 其中在哈马黑拉岛发生的地震 造成了部分房屋损毁 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恐慌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记录显示 哈马黑拉岛地震发生后 震中附近还发生 5次5.0级以上余震 不过印尼有关部门 未对本次地震发布海啸预警 由于距离震中较近的 县市和岛屿有较强震感 此次地震对当地民众 造成了不小的恐慌 印尼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 每年发生大小地震数千次 去年9月 印尼中苏拉威西省 洞加拉县发生7.4级地震 地震及引发的海啸造成2000多人死亡 此外14日同一天下午 澳大利亚西部海域发生 里市6.6级地震 据当地媒体报道 由于震中距离澳大利亚西北海岸线较远 因此这次地震只给当地社区造成轻微损坏 据当地目击者称 地震发生时地面震动了大约15到20秒 截至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情况报告 随着雨季的到来 南亚地区的印度尼泊尔和孟加拉国 近期暴雨频发 暴雨引发了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在区伤亡数字不断上升 14号 印度北部和东北部地区 持续不断地降雨引发了洪灾 位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 洪灾毁坏了居民区和庄稼 连日来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50万人被迫转移 在孟加拉国自13号以来 至少有12人被雷电击中身亡 洪灾导致部分地区大量房屋被淹 但在极大港地区 就有大约200个村庄被淹 50万人撤离 据尼泊尔内政部14号公布的事件 近两天暴雨引发的洪水和泥石流灾害 已造成当地55人死亡 另有30人失踪 33人受伤 尼泊尔已派出近3万警力救援受灾群众 持续降雨给尼泊尔交通 造成较大影响 几条主要道路部分路段出现爬坊 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书是 市场信号传递 雇佣过程中的信息传递 及相关筛选过程 这本书是以毕业生求职时 遇到的困惑为启发 讨论了收入消费信贷和家庭信用 等信号对市场均衡的影响 同时这本书的作者会指导读者 如何来准确地捕捉有效信息 从而做出最大化自身收益的决策 挺专业的一本书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可以拿出手机进入微信摇一摇 看到我们的抽奖页面 将有机会获得我们免费送出的50本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讯期恰逢暑期 哪些安全事项要注意 FFDF他说 几天前我们这儿有孩子在野外水域游泳 溺水死亡三人 希望家长加强管教 不要让孩子游野泳 网友每时每刻说 告诉孩子记住六个步字 不私自下水游泳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室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不到无安全设施 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不熟悉水性的 不擅自下水时救 再来看除此之外 这个网友傅彦龙说的是 暴雨天晴远离路灯杆 远离掉落的电线 当心水道排屋井等深坑 远离不牢固围墙 老旧建筑物体 总之安全是头等大事 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央视财经客户端观看直播参与活动 今天第一时间就是这样 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明天见 早上好 来看天气 最近南方的强降雨已经成为了老生长谈的话题 基本上每一天的天气头条都被它占据 听到大家已经不想再听了 好消息是今天天气舞台总算是有点变化 那就是江南华南的降水将会明显的减少减弱 今天大部地区都是以小到中雨为主 个别地方会有大雨出现 而之后几天还将会进一步的减少减弱 特别是到了17号和18号两天 不少地方还将会退出雨区 迎来久违的阳光 大家总算是可以喘口气 好好的晒晒衣服被子 还有自己 不过提醒大家 出门晒太阳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去山区 还有河流湖泊附近活动 因为虽然雨水减少减弱了 但是地质灾害还有水位上涨都具有滞后性 大家还是要继续注意防范可能会发生的山洪 逆时的滑坡等地质灾害还有刺生灾害 另外今后几天南方的朋友出门 要注意开始防暑了 因为小暑时节该有的热度 也会随着雨水的减少减弱而回归 未来几天南方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范围 将会不断地扩大 特别是到了17号18号 江南华南的高温还将会大面积地爆发 而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地方 因为湿度比较大 所以说体感和高温也是差不多的 总归都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不过未来几天在北方 随着雨水的逐步光临 那么高温将会被打散 体感上来说相比于之前是要舒适一些的 好了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北京晴转多云24到35摄氏度 阿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 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 瀕阳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 天津晴转多云25到34度 护和浩特音转响雨18到31度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3到31度 银川雷阵雨转响雨19到28度 新宁多云10到25度 兰州响雨17到23度 西安多云转阴25到37度 拉萨小雨12到21度 成都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 重庆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 贵阳镇雨21到26度 昆明镇雨19到26度 太原小雨19到34度 石家庄多云转阴26到35度 济南多云25到34度 郑州多云转阴26到37度 合肥多云23到32度 南京多云转阴23到31度 上海多云23到29度 武汉多云25到32度 长沙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 南昌震雨24到29度 杭州小雨23到28度 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 台北阴转多云25到30度 南宁震雨转多云24到31度 海口雷震雨转多云27到35度 广州雷震雨26到34度 香港多云28到32度 澳门多云28到32度 北京晴转多云24到35度 北京晴转多云24到35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